各位宝贝 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现在是晚上6点半 猪仔才有时间介绍今天第二只推介 是一只Tensor PRX 咦 又介绍Tensor PRX 没什么独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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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介绍这只非常独特的 是UFO Robot Grandiser Special Edition Tensor巨凌晨特别版 这只手标应该是专门店款 专门店才可以售卖的 我看到它的网站也写着只是专门店售卖 网店也不能售卖 这只特别版的巨凌晨 那我们看看巨凌晨的一个包装 很特别的一个飞船造型的包装 这个红白色的设计 这只飞船特别版 另外就是他这个历史 猪仔上网搜寻过天梳的巨凌晨 见证着天梳与金刚战神巨凌晨之间的历史究竟是怎样呢 一起来看看 1975年的时候 铁甲万能赫第三部曲正式上画就是巨凌晨 而1978年在香港《礼的电视》正式首播 当然这个年份朱仔未出生 如果朱仔有什么说错了 这个70年代设计的动漫 这个漫画的话 多多包含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朱仔 好吗 那就糾正一下我 好了 这个CrossOver版 大家先讲的手标之前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有趣 一个瑞士的品牌居然和日本的卡通动漫的文化CrossOver 那我自己就觉得截然不同 和一般普通的融合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暂身的感觉 好了 那我看看飞船究竟怎么打开的呢 哇 一个很漂亮的packing box 一个很有诚意的packing box 我先打开了 首先 里面除了手标之外 其实也写着了这个 天梳CrossOver巨灵神 这个UFO的Grandyzer 这个是很独特的飞船设计 还有一个packing box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很多70年代的童年的回忆杀 很多标迷应该都会看过巨灵神这套卡通片 好了 一个很独特的造型 先不讲一下手标 我先拉近视镜头 那啦 手标呢 我想说呢 就是呢 如果做一些CrossOver的手标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呢 不要偏重其他一遍 例如呢 譬如天梳的 我们不要只是偏重天梳那一遍 例如是巨灵神的 我们不要只是 突显了巨灵神 又没有了天梳自己的branding 这个呢 取其平衡呢 我相信呢 非常之困难 那这个呢 是非常之好的 这个平衡的设计 那啦 这只天梳的巨灵神呢 就是有一个 你看到它呢 做了一个很漂亮的dial 就是有巨灵神的剪影 就是这个 这个标盘的正中间 好融好有型的 那也都采用了40M的PRX学型 那我相信我的标迷呢 看过这个 看过我的视频呢 应该对这个PRX呢 不会陌生的了 那这个用了大标径的40M标径 那是零角切角的 再加上了一体化色的连性标带 用上了银色的不受钢外壳 不受钢标带的 那也都配搭了呢 caliber 80的一个机身 动力储能呢 去到80小时的 那啦 这个标呢 除了它有巨灵神的icon 在正中间的部分之外呢 它还有一把月牙刀的秒针 那我试一下拉近视镜头先 那月牙刀呢 就是巨灵神的武器啦 那你见到呢 那支秒针呢 就好像 一个弯形的刀那样 那这个月牙刀呢 就是巨灵神的武器 那另外呢 就是写着了 6点位置呢 写着了Swissmade 天梳的1953年 也都写了它的logo 那也有巨灵神的背景 作为剪影 那黑道呢 都大有野光的 亦都做了金属条钉的黑道 之余呢 内影那里 那里面也有些字 那我写着了去圆珠的日文 那但是呢 朱仔就不懂日文的 那我写着了UFO 然后呢 就写着了这个圆珠的日文 巨灵神这套 铁甲万能核 或者叫金刚战神 那好了 那这个标呢 就配搭了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再加上了这么独特的标盘 都还没够 原来呢 它的夜光呢 非常之厉害 它的夜光呢 在时分针那里呢 大有夜光 黑度都大有夜光 还有呢 这个背景 这个巨灵神的背景呢 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下呢 都会显到的夜光 显到的展影出来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这个金刚战神 巨灵神的粉丝的话呢 这个又怎样可以错过呢 那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那另外呢 标冠上面呢 也有天梳的logo 就放了T字的浮雕logo 在这里 也都是取其了平衡 那圆玻璃边的位置呢 做了不瘦钢光细的标圈 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那瑞士的超强夜光 再加上了灵角切角的标壳 那PRX的学型呢 相信很多标迷都会喜欢的了 那实心就降大了 做了实心降大 标扣的位置呢 做了摺碟式的保险标扣 那上面也有这个 天梳的logo 那有半粒和一粒微调的调校 一粒和一粒的调校 就没有做微调的 那我看一下标底先 那标底呢 就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透视的底盖 那打开了做了口桥先 看一看做了口桥的 那天梳的PRX是否没有缺点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那我等一下才把缺点告诉大家 那我最喜欢把手标的缺点披露给人客听 那这个special edition 我一起看看 那写着了Sephi 就是蓝宝石的玻璃标面 那底盖也很独特 那怎么独特呢 其实底盖是有巨灵神的展影 在鱼上做了一个雕刻的展影 在鱼上有一个巨灵神的logo 看到吗 非常漂亮的设计 也写着了special edition 这个特别版 也有原著的快拆扣 有个快拆功能 标底有个快拆的 那我经常说的是真正的快拆 因为有些快拆都是工具要挑的 这个不需要手动都可以做得到的 那这个标也做了80小时的动力处能机芯 10个巴克防水 你看到这里写着10个巴克防水 很漂亮的巨灵神 那我反过正面 动力处能去到80小时之余 这个机芯还有Nefalcon的油丝 也提高了内磁性 也是瑞士製造的机芯 踢起来之后 我们试试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教的手感很紧致 教到6点多钟款的位置 半格我们教的日力 半格 没有日力枪 还说是半格教的日力枪 没有日力枪的 好了 我们向下转动 顺时针方向教时间 按进去之后 向上转动 上发条 上发条的手感 老实说 真的 如果Ether这个机芯 可以改善下 上发条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日本机芯 例如东方星 上年的手感 完全不同 上年的手感 会比较好 好了 另外我还想说 其实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PRX的学营 那个标带 虽然打磨一体连性的标带 就很漂亮了 但是旁边这个位置 真的有点点的轻微介手 轻微的小小介手 这个也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自己觉得 好了 巨凌晨 我相信是 融入了很多70年代的标迷的心中 因为当时这个漫画是非常流行的 也是有这个光辉的英雄主义 的一个设计 那也好 用了这个独特的活力蓝色的标盘 再加上覆盖着 这个SuperNuminova夜光的 金光战神巨灵神的一个 轮廓造型在标盘上面 好了 7盒在这个阴暗的环境下 自然会展现出来的一个特色 好了 这个手标的总重量是多重 重量方面 就去到说 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重量方面是140克 140克 至于直径方面 又量度一量给大家看 Basal圈的位置就是 37M 至于直径方面 40M 厚度方面是10.9mm的厚度 而脖子就去到44 好了 试下戴上猪仔14.8cm的手腕 先戴上手感 不好意思 因为绿子卡住了 好了 试下拼上猪仔14.8cm的手腕 很漂亮 这个PLX巨灵神的颗影 一看连性的标带 如果对于有些标迷来说 就会有少少轻微降 好像我这样的尺寸 手腕 就有少少一点 因为我觉得14.8cm的手腕 但如果15.5或以上的手腕 其实戴40M就会比较好看 好像我这样 戴35M就会比较好看 但我相信大部分标迷 都是戴40M会比较好看 好了 那猪仔推介 这款巨灵神的PRX Crossover 特别版的专门店款 那它建议零售价 没记错 就是6450元 6450元 其实比起一般的巨灵神的 比起一般的天梳PRX 大概高了1000元左右 跟之前Daymond是一样 Daymond Time那只 金色盒黑面 6450元的定价 猪仔超顺价优惠 给我们标迷 那多少钱呢 争取了一个漂亮价钱给大家 那这个漂亮价就是5298 是的 5298 那蓝宝石玻璃标面 Caliber 80的机身 动力储能到80小时 瑞士蓝宝石 瑞士夜光 这么漂亮的巨灵神Crossover 你怎么可以没有呢 那如果你是巨灵神的粉丝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猪仔这个推介 那现货就不能给你了 因为标迷已经给了钱了 放假11号就会来拿 好了 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 记得找猪仔订购 大概20天左右 我就会订到回来的了 基本上 经我手订 已经有六七个标迷订了 如果你和他们一样 喜欢这个巨灵神的 就千万不要找我 尽快找我 千万不要错过了 5298 希望你喜欢我推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那包回原装盒 那我先说一下原装盒 原装盒也很漂亮 很大 因为装着飞船 那我先拉回原装盒 因为它那个盒 就有这个原创之父 说的是这个铁甲万能盒 原创之父 这个永井豪的原创动画画作 就在这个右下角 在packing box 另外就是它有这个 右边就有这个70年代 这个飞船设计 这个是70年代的飞船设计 那个剪影 那猪仔就摆不到 太大了 摆不到 有70年代的剪影在这个位置 好了 那么有诚意的著作 你又怎样可以错过呢 那喜欢这条影片的你 尽快找我 最后再给一次巨灵神 大家看看这款 天梳PRX 希望你喜欢我的推介 我们下集见 拜拜